这就是山西所有大院中的天花板 皇城相府 家主人陈田敬是皇帝的老师 康熙皇帝曾两次不远亲历来这里所下他 至今还有他所住过的房间 他家就是一座城 十六个大院六百多个房间 那里面他是有三件西式宝贝 并且在建成之前还可以在门外看一场表演 这他就是整个相府的正门中道庄 是建于崇祯十五年 在大门的美町他是有讲究的 皇家是恒久素久 这里是恒七素七 似乎俊王级别 但是一品二品的大臣也是享用头等级别 这是丁着丁 某是某 这个牌坊他可了不得 不仅等级高还体面 这一般所见的珍洁牌坊 是女性吃了一辈子苦所换来的 然这里上面所刻的是陈家 得过顾名的 做过官考上记事的 最下面一层就是为陈田敬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官姿 大学师弟地设宅子 天天静也是坐到了文元阁大学室 看他这个大门多么的气派 进来之后呢是看到一块隐蔽 这是一束宝贝 底纹 是为龟背纹 也是代表长寿 中间是为麒麟 瘦头上 上面有几道杠 这是平步青云 这里有兵器方天画戟 也就是为冯凶画戟 这两个华是好事成双 也是浮入双拳 在这个麒麟下面啊 有一卷书 这是富有诗书 气自华 在屁股后面他是有铜琴 这是视金钱如粪土 在上面有梧桐树 这是家有梧桐 凤凰之安来 有太阳 有月亮 日月同辉 这一载院呢 他是前朝后寝的格局 是前院中院后院 前面办公 后面居住 这属蛇呢 是叼得很细致 你看他尾巴 甩得非常的自在 里面呢 是有一个小狮子 外面是象腿 这是出师入相的寓意 这一道呢 他是宜门 这以前呢 是不打开的 要走两边 只有大型事情才打开 当然皇帝来了 要走中间而过 陈年旧呢 就是在这里所会客 康熙来了之后 就把他给征用了 康熙给他吃了一块饼 点汉糖 他当时是会市的主考官 为天下选拔人才 康熙在临走的时候呢 是给他留下了半副鸾架 在古代 这是皇帝对秦子 天大的恩赐 有金瓜岳父 朝天等 没有把黄色伞留给他 这两件呢 他都是宝贝 是秦家留下来的 这屏风 是为白檀木 这座椅 是为紫檀木 异常珍贵 陈年旧呢 他是在清代六部 四个部 坐过上书 礼部 坐过侍郎 没有在兵部干过 这一呢 皇帝确实不放心 是汉人来掌管兵部 这还有呢 这陈年景 他毕竟也是文官 这里就是康熙皇帝 住过的房间 床坐得很大 顶天立地 他来陈家 一共是住过两次 中间是他忠宁的画像 在另一旁 就是一个不大的小书房 最为珍贵的 就是前面的康熙字典 这是珍稷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官修的字典 收入呢 是非常全 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 包括一些圣僻字 还有一些地方方言 在里面 都是可以找到 这首板呢 一共是有三部 一部呢 是在北京物宫 一部呢 是在台北物宫 一部呢 就是在现在的 皇城相府 在最靠后呢 这一层层的窑洞 就是陈家的藏兵洞 一共是上下五层 一百二十五个 这得藏多少兵 这下面呢 是放一些粮食 中间用来家丁居住 这上面 就是家丁巡逻放哨的地方 这每个窑洞里面呢 它都是有一个炮野 非常小 可以瞭望 可以攻击 这窄战呢 它是被城墙所环绕 这登城墙的台阶 都是大有深意 这每一个小城呢 是有三级 这也就是连升三级 但是当我们走上来 它又是一马平川 看不到向下的台阶 这就是一步登天 平步青云 大家在评论区 打上一步登天 平步青云 在明昌末年呢 社会是动荡不安 很多豪宅大院 就怕被抢 所以说这里是修建了 坚固的河山楼 曾经是有八百人 进到这里 躲过了危难 这楼呢 它是上下共有七层 在以前这三层以下 它是没有梅呢 也没有外面的楼梯 要架梯来上 所以说它不怕攻打 这里面 它也是生活措施 应有尽有 在地下室 它有十年 有水井 所以说它也不怕围攻 这里面 它还有暗道 可以通进其他的院落 这最后的宝贝 就是康熙帝的御书 武庭三村 这武庭 它是陈天静 晚年的号 给陈子留下御书 也是对它的嘉奖 平安静 它是活了七十四岁 为官五十三年 半君如半虎 它是一生谨慎 为什么说 它家有这么大的一处豪宅 还是为官清廉 因为它家境一世 从明昭时期 它家就很有钱 这也是一辈一辈 积攒下来的家业 其实呢 它从做官之后 是很少回到家里 只回来过四次 第一次是母亲病重 第二次是母亲去世 第三次是父亲去世 第四次 就它自己的海骨回家 目前就葬在这里的附近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黄城相府 第二次是母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